来说试字座5月10号到6月10号这次水逆 又伴随着大吉星金木的换座带来的影响 首先呢这次水逆试字座也是粗心大意的代表星座之一 你们比白羊座要好一点 但是也要注意车子啊3C电子产品啊 家里的水电啊坏了或者出什么故障 同时呢也要留意跟水性相关的交通出行啊 物流运输啊快递啊 摆东西能不能有货啊等等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次水逆先后发生在试字座的十一工和十工嘛 那水性除了影响上面这些方面呢 还跟我们身体整个的一个流通有关 那对试字座来说这次就特别的不通 或者你会相反就泄的特别厉害 影响呢会从月初的5月2号3号左右就开始了 你们特别需要注意腹部的一个保暖 避免吃深冷的食物 因为本身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腹泻 或者反过来便秘啊 女生的话可能筋血会容易排不出去 延后了啊或者是筋痛 那可以多吃一些三文鱼啊玉米啊 大豆啊芝麻核桃这种富汗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会有助于调节你们身体里的激素水平 那另外呢这次水逆正式开始的第二天 也就是5月11号 第一大急性木星就进入了狮子座的酒宫 一方面啊这代表狮子座可能有签约啦 签合同啊谈项目的机会 以及桃花方面的机会人气的一个增长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还有水逆的关系 这次狮子座肯定有来自人际圈 或者各类消息的一个烦恼 那不同的狮子座情况可能不一样 可能是遇到很烦的人或者情况 影响了你们的正常的生活 或者遇到那种很沟通不畅的一些人或事 又或者你们身边的人气圈可能发生变化 可能有人离开 也可能是你突然进入到某个新的圈子 或者你不是主动的 而是出于某种需要 加了很多人 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总之这些水逆 你们想要把手机关起来是不太可能的 甚至5月21号开始 太阳进入到十一宫 你们会曝露在更多的人的面前 或者主动去接触更多的人 或者要有很多的事情去联络 但是这不一定是坏事啊 因为金木都是代表好运的行星 所以诗字座是有出名的 想出风头的这样一些机会的 但是呢 水逆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 所以要注意不要成为留下恶名的名人 群里出名 或者是上互联网上新闻这种 因为星座运时 它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 并不是星盘 它只能明确诗字座 未来有出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契机 但是是好的名声 还是卷入不好的名声 是非 那具体的事情就要看每个人自己的星盘了 并且呢 星座运时要同时看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两个都要看 好 但是要注意过于直接的表达 或者用一种不恰当的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一些心意 那如果你是考虑情感复合的诗字座 这里看起来呢 你们之间还是有 没有解决的现实层面的问题 所以关键还是看在这个问题上 你们能不能够达成一致 双方能不能够妥协 财富方面诗字座最近花钱要收着一点啊 月初就容易有财出去 如果是计划内的那还OK 但是呢 就是有一些是莫名其妙钱流出去了 因为金木到了白养座 也会把你们的大方不尽量放大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东西买贵了 必要的东西都是会产生的一些影响 所以要把自己的钱包管得紧一点 最后说一下学生党和医美 木星到了九宫 试日座的学习运 肯定是十二星座的榜首的 但是五月二十三号之前啊 你们的学习很容易受到 第三方的一个干扰 而耽误而滞后 这是因为水星的一个影响 那在这个阶段呢 建议你们以项目为单位去学习 并且呢 你学的中间尽量不要停 就是不要规定自己学多长时间 以时间为单位的话 你们很容易在耗时间 你去规定自己现在做什么题 做什么任务 在做完之前控制自己不要去看手机 哪怕天亮做到天黑 也要做完之后再休息 因为你们一旦休息 就不知道休到什么时候去了 所以一定要以任务为导向去完成它 那在二十三号之后 尤其是五月二十五号 火星进入到白羊座之后 你们的这个注意力的一个集中性 会提升上来 那个时候如果有考试的话 考运也是相当不错的 医美的话在五月十号以后 到六月十号期间 还是建议狮子做谨慎的 虽然没有看到太严重的一个香味 但是你们可能会容易遇到被忽悠啊 或者你做完之后 整个恢复的周期会比较长啊 等等的问题 能等的话 尽量等到水泥阴影期十号过了之后 或者呢 你要做之前具体的看一下 谨慎一点 就所有事做水泥退散 好运来临 我是你们星座生活直录博主 Ada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